先说这内容呢 该这个容器扩展和这个负载均衡了 首先呢 先看一下这个容器扩展 就容器扩展呢 其实应该说到一个东西了 这个东西叫这个scale 主要是用这个命令去做一个容器扩展的 我先拿之前这个例子去看一下 cdhomeflaskredis OK 还是拿刚才这个例子啊 比如说我们还是将不了compose 先起起来 然后up 好 现在起起来之后呢 我们去这个克隆一下规划看一眼 是不是起来两个container呀 一个是redis 一个是什么flaskredis OK 那么现在我想的是redis 比如说就先给它一个就一个吧 那web是不是有时候希望扩展到更多的服务器呀 对吧 比如说我们想扩展到三台服务器运行这个web 在docker这儿呢 就非常容易去实现 你比如说我们写一个docker composeup 然后给它指定这个杠杠 现在直接up呢 它就重启一下啊 杠杠 scale 然后呢 你直接指定这个 我看一下啊 这名字怎么叫flaskredis 我刚才给起的名字是叫这个吗 我看一下啊 嗯 看它一下 咱们名字是不是起的叫web呀 对吧 其实叫web 我就感觉名字不太对嘛 那他那个web给我写哪去了 哦 应该是他这样写的啊 这个flaskredis是不是那个目录名呀 那目录名后边这web才是真名啊 对 那我这扩展应该用那个真名去扩 然后也就是web等于3 OK 然后这个刚地 刚地是那个别占用当线窗口啊 嗯 这说目录不对是吧 哦 确实不对啊 然后各这执行 嗯 哦 这个应该是端口问题啊 你看他说什么呀 他说bundful就是8080 这个是不是我们指定的IP呀 嗯 然后他这是个是个什么错呢 就是说我现在想把web服务器扩展成三台 那么三台呢 你又强硬的指定了 他都要映射到你的80 这是不是不成呀 嗯 所以说这种情况呢 我们就不能给他硬性指定了 就让他去自己随机分配 这个事你控制不了 好 这样他自己控制啊 呃 这样做 你把这个 这个compose里边 这个你给改一下 呃 首先我得先把它停了 我得先停了才能改 这个docker compose stop 先给它停掉 呃 停掉之后呢 我去改这个文件 嗯 这个改的方式呢 就是把这个pose和这个映射去给它删了 也就是说呢 把这俩删了之后 他在后期扩容的时候 会自己去扩啊 就不是你映像指定的 啊 你看删了 哎 删了之后 我现在再去执行刚才那个命令 哎 也就是说我启动这个compose 并且呢 Skyl成web三个服务器 哎 你看这有什么变化没 这个roadys是不是一个呀 这个web几个了 三个了吧 所以说你看这个做集群省事吗 省事吧 刚才咱们这个想做个集群 是不是我还得让它复制机器啊 对吧 你看这个直接一个scale就搞定 呃 现在你倒是ps一下 你看是不是三个了 web1 web2 web3 啊 现在呢他就可以了啊 就是说 他里边那个5000 嗯他会自己去映射的 不用你管 懂吗 在外部应该是5000可以访问到的 在外部应该是5000可以访问到的 5000 不对 这IP不对 这IP不对 IP是16.65 嗯 嗯 想想想啊 那我应该把之前 嗯 我想一下怎么给它改啊 嗯现在是我起了三个 哦那我应该还缺了一个负载捐行器啊 嗯 这里边我是给它弄成三个了 但是你没有负载捐行器 你也不知道怎么访问是吧 嗯 对 还得有一个负载捐行器啊 我得给加一下 嗯 这个我现在还是先给它停掉 嗯 嗯 嗯 DOP 首先呢 这个Pi文件也得改一下 嗯 之前呢 这儿是应5000 我现在给改一下 应80吧 直接访问就行了 把这个改了 把这个改了 因为负载捐行器呢 直接就跑那个80就行了 然后DockerFail应该也得修改 DockerFail 嗯 DockerFail 啊 这里边也得改成一个8000 不是80 好 这是把原文件改了一下 然后呢 这DockerCompose DockerCompose也得给加一个啊 加一个那个负载捐行器 负载捐行器 负载捐行器 我看看这儿有没有 没有 呃 那负载捐行器啊 实际上就是一个 我查一下 就是一个Docker Clude 嗯 Hiproxy 就是这样一个配置 这是做那个负载捐行器的 嗯 配置 查一下那个 Compose 配置 你看它这个就是在这儿呢 这里边加了个这什么LB 这个就是加了一个负载捐行器啊 然后它用的image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DockerClude Hiproxy这个 呃 image OK 我把它给复制一下 复制 然后我给改一改啊 然后image是这个 然后link的话 就link到我那个web 没问题 嗯 Pose是 Pose 应该是80 80到80 啊 808080 OK 这是给 应过去 然后network我这儿不需要 嗯 Volume Volume DockerSoct 啊 这个可以啊 行 我们试一下 这个就是说 给DockerCompose 配了一个负载捐行器 嗯 嗯 配好了这个 运行一下 Compose 啊 啊 刚定 啊 因为这个负载捐行器它没有 它现在下了一下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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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还行 这个复制过来这代码没问题啊 嗯 现在看一下进程 嗯 现在是一个 负载捐行器 啊 一个是web 一个是redis 好了 我先测试访问一下啊 先访问一下本地的 是8080 好 这可以 我个浏览器试一下 嗯 嗯 嗯 可这儿吧 现在是65是吧 65 哎 也可以是吧 啊 现在是可以的 然后我给它呢 在运行时 然后动态的扩展一下 嗯 就是直接Docker Compose up 嗯 杠杠 scale web 得3 杠地 OK 这是动态扩展 嗯 它现在呢 在启动啊 好 启动之后 我们现在看一下进程 呃 多了是吧 OK 多了之后呢 我们现在在浏览器再访问啊 你看 哎 这个我之前为什么写个名字呢 因为这儿才用的 呃 我之前是不是有一个 呃 怎么着 我看怎么说啊 哎 对 就是说我不同机器 它那个机器名是不是不一样呀 哎 我现在呢就可以根据这个访问去看 它哪个机器去执行的 懂吧 你看执行一下 是不是bc c7执行的 是吧 这个肯定是咱们一个web实例 对不对 啊 可以去查一下啊 嗯 这个c7 是不是它呀 看到没 也就是说这个web容器 它执行的 然后再来一次 6E执行的 6E 是不是它呀 嗯 啊 再来 C5 C5 这个 是吧 那下一个又该c7了 你看c7 这说明啥呀 哎 说明scale 它动态扩容用的就是普通论训算法 嗯 OK吧 啊 这个我们看看它怎么去扩容的 并且这个论训算法 包括加一个负载径应器 嗯 大概这么一套 好了 这是这是咱们负载均衡的一些内容啊 嗯 哎 对了 现在我是给它这个搞成三个web了是吧 你比如说呃 现在是流量上去了搞成三个 那流量下了 我其实又可以给它改成一个 这个也很很容易啊 你比如说Docker compose 你看全都是不需要给它停 直接就是scale就行 web你直接等于一个1 然后刚d 哎 这就直接切过去了 你看这个怎么着 删除了删除了这几个吧 啊 然后我现在看一下ps 你看对不 现在就是三个容器了吧 啊 就说这个web呢 你通过这个scale这个命令 啊 或者说这个参数是可以非常容易的动态扩展 或者缩缩一下的 懂了吧 ok啊 嗯 然后其实大家现在来看 我们这个杠杠scale 它这个是动态的扩展容器了 但是它其实有一个问题 现在它动态扩展的是不是在我一个记忆上呀 啊 其实如果是多个记忆上 那个就得用k8s和swam 就是k8s当然用的比较多 然后swam是Docker自带的一个东西 就跟k8s功能是一样的 懂吧 啊 就是说动态扩展这个集群 也就是多个机器 它的那个容器扩展 是用那个集群的方式去扩的 啊 其实它这个原理跟scale差不多 啊 都是扩展 好了 然后这块有一个 有一个复杂应用部署啊 就是说 对于这些复杂应用这个 怎么去部署 啊 其实就是刚才看的那个 我估计咱们这网速也步不上 就简单说一下吧 啊 像这6-5 这个 这个小项目啊 这个小项目我简单画一下 它是什么意思 嗯 我就拿画笔画一下吧 这个小项目是一个投票的啊 就投票的 它是这样的 呃首先呢 这有一个whatting app 这个刚才看了 它是个 晃的太难看了 它是个py写的吧 啊 这是py写的 对 然后 这个 啊 这是干嘛的呢 我给你忘了 这个what what应该是投票的是吧 啊 对 这是个投票的啊 对 投票选举的 也就是说呢 先用python 这有一个 写了一个web 他是做投票的 投票的 然后投完票干嘛呢 把这个投票 就是用redis 去 记录 啊 这有个redis redis 呃 redis记录完了干嘛呢 然后 他会 嗯 啊 对 这个是投票 然后记录到redis 然后底下还有一个java的项目 然后这java的项目呢 他会去redis里去拉数据 底下是一个java的 java的 然后java把这个数据拉过来之后呢 他作为一个处理数据的一个逻辑 java因为写逻辑嘛 然后他处理完这个redis 就是临时数据呢 把这个数据他保存到这个数据库里db 比如说这有个db 啊 db 啊 这个db呢实际上是存储的投票的结果吧 这其实存的是结果啊 啊 然后将这结果怎么样呢 就存到一个普通的就是数据库 呃 他这用的是一个pj的数据库 存买Circle什么都行 他去投票的 然后这个网页是查询的 在中间呢走了这么一大套一大套逻辑 理解了吧 啊 是这个项目他大概干的事儿 所以说对于这种项目呢 他部署就比较麻烦了 呃你比如说之前如果没有doker的话 那部的时候像你部这个java这一块 你需要装那个jbk啊之类的 对 然后各种的 然后像python这儿你得装那个python那些东西 对 然后js我不了解啊 js应该也不用啥吧 用啊 哦 还得装圆是吗 哦 呃 然后这么一大套 他这个部呢直接就是一个dokercompose 直接就给部了 看一眼 你看这个还是这么三套吧 哎这个文件其实就是老三套啊 这个哪三套呢 一个是service 就相当于跑起来的那个容器 然后还有volume volume呢就是咱们的数据持久化那个位置嘛 对吧 嗯 network是网络 哎这个网络咱们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网络他写的比较有意思 嗯一个是front 一个是back 其实这就是不同网段的意思啊 嗯 咱们看这个容器 呃 容器呢首先第一个那个working是投票的吧 嗯 投票的啊 嗯 这个投票的呢 他说是linkredis 那肯定是往redis里去存数据的 呃 然后呢 那他这个network你看用的是front网络和这个back网络 这是他自己定义的名字呃 其实呢就是两个不同的网段 他是用front和back进行标识他自己认识的 那标识有啥用呢 这投票的系统呀 他这等于说投票系统通过这两个网段都可以访问到 然后再说这个worker 嗯 不是再说这个redis redis是不是走的是back网络呀 对吧 所以说我投完票了 通过back网络是可以把数据存到redis的 呃 存到完redis该那个worker了吧 就扎过那个 嗯 这个worker呢 他是link了db和redis 他因为是从redis去取数据去pull数据的 然后把那数据再推到db数据库的 呃 所以呢在这块build的时候就是走那个worker文件夹 你看build是根据什么build的呀 根据worker文件夹去build 那么文件夹里怎么build的呢 你进去之后这不是直接有doggfail吗 再根据他去build 哎就这么玩的 呃 然后这个worker他走的是这俩库 然后他走的网络呢是back网络 也就是说通过back是可以访问他的 那这这件事说明什么呢 这件事说明他这back是相当于他内网 理解吗 嗯 然后像像这个投票系统为什么开了一个front呀 因为这个是外网嘛 啊 外网你可以去投票也可以去查询结果吧 对吧 像章儿这块他作为底层的数据处理 然后所以说他没有开外网就这么去设置 啊 呃 罗里斯也一样 用户不需要访问罗里斯 嗯 像db也是 哎这些只有我内部用的就走内网 但是呢你上面开放的这东西 你你可以走外网也可以走内网吧 啊 所以说就是这么去布的嘛 哎 你看就是说通过这样一个简单文件就可以把整个一个项目全部好了 很简单是吧 然后这个当然是布大括的内容啊 然后再具体的你比如说进扎我这个模块里边 他到底怎么布的呢 再看这个逻辑 哎 这个逻辑是这样说的 首先用的是扎我7 啊 扎我7 现在应该已经到这个12了吧 嗯 嗯 对 应该用最多的就是7和8 嗯 呃 现在我感觉应该到12了啊 因为后来更新的速度又变快了是吧 比较变态了 呃 呃 然后从这个7开始 然后跑了一个什么呢 怎么QQ呀 嗯 哦 为什么要更新QQ呀 嗯 嗯 我不知道第一句怎么回事啊 第二句是更新 是装那个Mavin啊 Mavin是 他那个依赖包 就说 那个项目他用什么依赖包 在Mavin那个配文件里定义的 呃 所以说他这儿得先装那个Mavin 啊 装完Mavin之后呢 去构建那个Mavin 什么MVN 然后Dependency 那这是在构建Mavin依赖包 啊 构建完之后呢 然后去跑那个SRC里边那个代码 呃 然后通过Mavin去编译跑起来 然后编的时候用JDK7 还用个OpenJDK 咱们一般不用Open的啊 嗯 对 啊 这个是用OpenJDK给跑起来的 OK 这就是他里边逻辑嘛 其实 这些环境全都有了 这个最后肯定能跑起来吧 嗯 对吧 这肯定能跑起来 然后上边的也是一样的 上边像这个Python写这个 诶 哦 Python呢 是form2.7 然后进去之后呢 先进APP目录 嗯 这是干嘛 嗯 嗯 哦 装了一些这个什么Pyp 对吧 然后把咱们那个 这个项目里边有个有个点 杠IPP给烤进去了 呃 烤进去之后呢 开个去开这个端口 指定端口 然后执行这个Py 哎 然后整个程序就跑起来了 哎 所以说呃 他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跑的 但这个项目呢 咱们就不够了 因为咱们的网络肯定步不起来 我也不用试了 嗯 因为这个在